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会想不通,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来享受和来消耗自己的。 实际上享受也是一种痛苦,大家想一想,哪一个人在享受的时候不伴随着痛苦? 比方说,当你在赚钱的时候,你在用的时候,你实际上就想象着,我这些钱用完了就没了,也是带来一定的痛苦的。 所以,一个人在世界上,就希望天下呢,都太平,希望呢,每天呢,都安安乐乐,平平安安。 但实际上,一语愿违,这个人怎么可能完全太平呢? 这个人,为什么会吃这么多的苦? 安危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当你真正完全理解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实际上,你认为是理解的,你还是没有理解。 尤其当今的世界,社会治安非常的混乱,每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感到有危险。 就是你现在拿着钱,从银行里出来,你都非常担心有小偷,又会被人家抢劫。 在我们悉尼,有一位老人家,早上早晨锻炼。 这位老人家已经是非常传统的,他在这个包呢,他怕人家抢,他就挂在前面。 最后被一个小偷,硬把他脖子拉断,把包抢去。 所以现在人活在世界上,天天都在受着危难。 我们学博,就是要让世界上的人能够得到太平,让人民得到安乐。 我们要用理智,要用精神来治理人的心。 因为现在人性不古,所以要改革世道。 那么这个世界,这么多不好的人心,它的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本性已经被磨灭了。 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果你不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教育大家。 大家想一想,一个人一定要明白,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教材。 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今天做了这个因,我一定会有果报的。 知道自己今天生了,我如果不做善事,我可能下辈子就沦为畜生。 以这些为训,那么人心才能慢慢地改变过来。 如果大家都不提倡因果报应,大家都不知道,人死后还有轮回这回事情。 虽然圣贤其出于世,以未如之何以啊。 也就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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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办法,拿它也没有办法呀。 所以,如果你以信念念佛,以信念念佛,救度众生,那么,一定要实实在在,真正地断获真正。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你要能够判断,解掉自己的迷惑,真正地了解这个世界,你才能了脱生死。 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当今之世啊,世道人心啊,已经现逆到极限。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人心不古,已经到了极限了。 也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已经没有一种好的,善良的沟通,而是以恶相加。 这个世道,人心已经很坏了。 啊,丈夫骗妻子,妻子骗丈夫,孩子骗爸爸,母亲骗孩子,单位的同事骗来骗去,老板跟员工之间骗来骗去,朋友之间骗来骗去。 大家想一想,这个世道是什么世道,所以佛菩萨也是优势之心啊,也就是担忧这个世界,这个心啊,佛菩萨就有了。 所以啊,种种种设法以为之之,就是希望我们挽回人的心,所以用很多的法门来救度众生,来维持。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再不用说法,再不用一些好的,伦理道德的东西,给大家上课,给大家教育职,人道也就要熄灭了。 也就是说,虽然你生活在人道上,但是你就和生活在,轨道和生活在地域差不多了。 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到处都是灾难,到处都是烧杀略墙,你说这个国家不是在人道上是几乎没有人道了吗? 所以,要明白,学佛菩萨,我们要根本解决问题,根本就是人的心啊。 如果每个人的良心本性改变了对世道的看法,那么我们就能挽回世道人心啊。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善良心,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帮着大家多做一点事情,如果每个人都能多付出一点爱心,那么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又是像佛菩萨所讲的大同世界了吗?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来学佛,来修心,来念经,来改变你自己的命运,来改变这个世道。 大家想一想,每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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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每个人都有谦卑之心待人。 都有父慈 慈孝 胸友 义公 父和 福顺 主人 普中 这个国家 就是兴旺之相 父亲非常慈悲 儿子非常孝顺 兄弟之间非常的友善 弟弟非常的恭敬 丈夫非常的和睦 夫妻非常的柔顺 主人 非常的仁慈 奴仆 非常的忠于主人 等等这一切 就是在根本上 解决 人世间的问题 就是在挽回 世道人情 这样的话 用力少 而得 效聚啊 也就是说 你可以用很少的力量 而得到 很有效的 巨大的效果 那就是我们 平时所说的 用 人心 来挽回 这个世道 感谢